广义上说,混合动力汽车是指车辆驱动系统,由两个或多个能同时运转的单个驱动系统联合组成的车辆。 车辆的行驶功率依据实际的车辆行驶状态,由单个驱动系统单独或共同提供。 通常所说的混合动力汽车,一般是指油电混合动力汽车,既采用传统的内燃机和电动机作为动力源,也有的发动机经过改造使用其他替代燃料,例如压缩天然气、顶丸和乙纯燃料等。 车辆驱动系统由两个或多个能同时运转的三个驱动系统联合组成。 车辆的行驶功率依据实际的车辆行驶状态,由单个驱动系统单独或共同提供,因各个组成部件、固执方式和控制策略的不同,形成了多种分类形式。 混合动力车辆的节能、低排放等特点,引起了汽车界的极大关注,并成为汽车研究与开发的一个重点。 混合动力装置既发挥了发动机持续工作时长,动力性好的优点,又可以发挥电动机无污染、低噪声的好处。 二者,并肩战斗,取长补短,汽车的热效率可提高10%以上,废弃排放可改善30%以上。 2010年,全球进入汽车混合动力时代,随着世界各国环境保护的措施越来越严重, 混合动力车辆由于其节能、低排放等特点,成为汽车研究与开发的一个重点,并已经开始商业化。 混合动力汽车使用的电动力系统中,包括高效强化的电动机、发电机和续电池。 续电池使用的有氢酸电池、涅蒙氢电池和锂电池,将来应该还能使用氢燃料电池。